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仙人球电影 愤怒的小鸟见到了传说中的神仙湖 开怀畅饮过后,才发现竟然是别人的小便池 那这两只鸟究竟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动画喜剧片,愤怒的小鸟 大海中央的一座小岛上 一只名叫胖红的鸟抱着一枚蛋正在飞奔 对,没错,它飞不起来 在摔断翅膀,尾巴,肋果和 呃,之后来到了目的 一只小绿鸟打开门 今天是他的破诞日 胖红受雇扮成小丑来庆生 可到了之后,绿鸟的父亲,也就是大绿鸟 坚承胖红迟到了 并且拒绝支付蛋糕的费用 没想到,下一秒胖红就原地爆炸 脱下小丑妆,将蛋糕呼在了大绿鸟的脸上 还来了一段嘴炮王者 就在要走的时候,一不小心 扎进了大绿鸟还没出生的孩子的蛋里 大绿鸟将胖红告上了法庭 由于他的失误导致小绿鸟非自然出生 胖红试图解释,可法官不听 直接判处了最严重的刑罚 让他立刻去学习愤怒管理课程 胖红带着愤怒的情绪来到了无限包容小组 刚一进门,一个自称白姐姐的鸟热情接待了他 在这里上课的不止胖红一个 有说话超速的飞镖黄 社会我大哥,大红 和受到惊吓就能原地爆炸的炸弹黑 一听炸弹黑能原地爆炸 飞镖黄来了兴致 非得让他现场表演一段 炸弹黑强烈拒绝,自我介绍完毕 白姐姐教他们学习如何用肢体活动来管理愤怒 就在白姐姐指点炸弹黑动作时 没想到他竟然没控制住 原地爆炸了 没办法大家只能提前下课 飞镖黄提议,漫漫长夜 不如一起happy happy 性格孤僻的胖红拒绝了 独自回到家的他看着墙上的海报 想起儿时最崇拜的无敌神鹰 作为岛上唯一会飞的鸟类 无敌神鹰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大英雄 但他已经消失多年,不知去向 岛上的鸟已经开始怀疑无敌神鹰的真实性 第二天一早 岛上的猪鸟如往常一样上班 胖红也继续学习愤怒管理课程 就在他马上要把白姐姐逼疯的时候 外面鸟声鼎沸 再一次提前下课 大家凑数就看热闹 飞镖黄因为速度太快 被开了一张罚单 迎面驶来一艘大船停在了胖红的家门口 船上下来一只没有毛的绿色的猪 它叫芝芝象 来自一个名叫猪猪岛的地方 它和副手小罗航海周游世界 发现了这个岛屿 所以想和岛上的居民建立友谊 第一次见面出手就相当阔绰了 鸟民们为了展示友好 晚上还特意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胖红实在是欣赏不了 没有毛的猪在眼前扭来扭去 再加上他们刚一登陆 就将他的房子砸坏 便开始找茬挑刺 芝芝象虽有略微的尴尬 但也不妨碍他向大家展示 从猪猪岛带来的新奇玩意儿 炸弹 蹦床 还有超大号的弹弓 就在众鸟高兴之际 胖红却在一旁冷言冷语的说 要是实在闲的弹疼 还不如赶紧修好他的房子 芝芝笑丝毫不慌 找了个参加游戏的借口 用大号弹弓将胖红射了出去 胖红看着眼前的大船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随后和公宿赶来的飞镖黄 炸弹黑三个人 啊不对 三只鸟 炸炸糊糊的就进了大船里面 他们发现船内有好几个房间 有蹦蹦床 炫酷摇摆车 和闪下鸟眼的蹦击装 就在胖红疯狂吐槽 这些蹦击装简直太难看的时候 炸弹黑在隔壁房间玩嗨了 他蹦着蹦着就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船舱下面是一群秘长毛的绿猪 胖红抓到了把柄 他赶回派对提醒大家 这个猪心眼不正 他藏了一船的猪 还欺骗大家说只有他和助手 并且船上还有各种没见过的道具 可这个时候鸟民们非但不怀疑 吱吱笑的真实目的 反而还不耻胖红偷流上船的行为 接下来吱吱笑一段虚情假意的肺腑之言 让鸟民们都拱了情 法官怒斥胖红让整个鸟族蒙羞 气得胖红离开派对 绿猪奸济得逞 表演了牛仔秀 嗨翻全场 从这之后 绿猪算是正式进入了鸟民们的生活 这天有兵三人组正在上白姐姐的绘画课 一个导游鸟领着一群猪四处参观拍照 吱吱笑发现了一个蛋 假装不认识 询问导游这是什么东西 随后脑补了和蛋的浪漫情节 前面铺垫那么多 还不是想吃蛋 胖红提醒他 蛋是易碎品 你别乱动 吱吱笑此时看见了胖红身后的佳作 夸奖他画得不错 听见夸奖 胖红还展示了其他作品 他特意为这一系列的画作取了个名字 画出你的痛苦 越来越多的猪蜂拥而至 胖红终于忍不住问吱吱笑来鸟讨的目的 还没等吱吱笑说话 法官先不愿意了 他愤怒的斥责胖红多管闲事 为了弄清楚这群猪登岛的真实目的 胖红想到了无敌身鹰 随后他找到了飞镖黄和炸弹黑帮忙 就这样三只鸟爬山涉水 不论刮风下雨来到了高山上 却发现爬错山了 炸弹黑绝望的在山顶难过了一天又一天 最终在胖红和飞镖黄的劝说下 重新踏上了寻找无敌身鹰的路程 三只鸟成功登顶 见到了传说中的智慧之湖 飞镖黄和炸弹黑兴奋的在湖中嬉戏 希望借助湖水的能量可以变得聪明一点 突然传出几声怒吼 胖红赶紧拉着它们躲了起来 传说中的无敌身鹰展翅出现 向着湖中开始小变 颜色略微有点黄 可能是上火了 看到这里飞镖黄和炸弹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哭声引起了无敌身鹰的注意 可眼前这个大富翩翩的形象 和海报上的简直胖弱两鹰啊 还未等胖红几人表明来意 胖红便开始疯狂吹牛逼 随后还带着它们参观了炫酷九闸天的洞穴 还带着它们唱歌跳舞 看着胖红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胖红生气的询问他到底帮不帮忙 之后用望远镜看到 绿珠在小岛所有的地方都绑上了炸药 胖红知道大事不妙 便要胖英带着它们飞下去 可胖英却说 它不当英雄好多年 让它们自己去解决 胖红大失所望 觉得胖英就是个自恋的死肥宅 对着它一顿污辱过后 和飞镖黄炸弹黑一路狂奔跑回小岛 结果不出所料 小鸟们都正在狂欢 绿珠跑到鸟窝里偷蛋 不光偷还炸毁了家园 你说缺德不缺德 那场面都赶上战争前线了 飞镖黄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派对上通知大家 胖红和炸弹黑则跑去阻止绿珠将蛋装上船 但很可惜 仅凭两鸟之力根本无力阻挡 第二天 鸟鸟看着一片狼藉的小岛 伤心不已 法官见状也开始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 一脸愁容的询问胖红该怎么办 众鸟没了主意 此时的它们需要一个真正的领袖 胖红提议 建造一艘船 顺着绿珠逃走的方向 将丢了的蛋找回来 就这样利用岛上紧剩的材料 造了一艘简陋的船 直奔猪猪岛 再看猪猪岛这边 知之孝是这座岛上的国王 他宣布两天之后将举行一场蛋饼盛宴 猪的祖宗十八代都在这里欢呼雀跃 鸟民们顺利登岛 可眼下还有一个问题 岛外的一圈围墙 它们怎么过去 身为鸟还能怎么过去 当然是飞过去了 将大蛋宫架在高地 白姐姐作为手蛋向城堡进攻 接下来一个一个的鸟被射进猪猪堡 胖虹在吸取了前面几个鸟的经验后 准确的着陋在知之孝的城堡里 随着越来越多的鸟进入 知之孝命令绿猪们将蛋转移 还出动了空猪飞机 用来对付小鸟们 社会我大红看不过去 决定出击 没想到一阵用力将蛋弓折断了 胖虹这边和飞镖黄炸弹黑会合后 成功找到了写着此地无蛋的房间 外面有好几个绿猪把手 飞镖黄以超怪的速度解决了几个猪猪 他们顺利的进入房间 没想到狡猾的知之孝决定将吃蛋宴会提前举行 眼看蛋要被拉走 胖虹跳了上去 机智的阻止了蛋被下锅 就在这时 良心发现了无敌身婴出现 胖虹让身婴赶紧带着蛋先走 结果被知之孝抓住了爪 两方纠缠不下之时 一颗鸟蛋被挤了出来 胖虹秉持着一颗蛋也不能丢的原则 放开了抓着的爪 没想到一不小心和知之孝就掉到了地底下 在这里他发现了海量的炸药 只只笑快他一步抢过了蛋 还点掉了一根蜡烛用火烧 我说你学没学过物理 危险物品周围静止明火出现知不知道 胖虹瞅准时机抢过蛋 我见了掉下来的大锅里面 蜡烛掉落周围的炸弹爆炸 无敌身婴不负众望的将蛋带了回去 鸟民们纷纷领了蛋 唯独一对蓝鸟夫妇没有领到 所有的蛋都混在一起 它们是怎么分辨出来的 看着成了一片灰烬的猪猪城堡 众鸟们纷纷为胖虹缅怀 就在转身要离去之际 胖虹端着一半的蛋壳出现 里面有三只蓝色的小可爱 真是萌化了我这个老阿姨的心 将鸟孩子交还给鸟妈妈 这话说着怎么这么不对劲 最后迎来了Happy Ending 等等还没结束 小鸟们回到了岛上重建家园 它们将胖虹的家从海边移到了村子里 一群小猛鸟唱起了歌颂胖虹的歌 听得它是热泪盈眶 最后的最后 胖虹邀请飞镖黄和炸弹黑到新家做客 这才是完美的Happy Ending 愤怒的小鸟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不错的观众可以关注一下仙人球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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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